测评空调服 明明测评带风扇的衣服 这个空调服应该就是带风扇的衣服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明明 今天我们来测评这个空调服 也是所谓的带风扇的衣服 这个花了我190块奖 一纸约约感觉到了血亏两个字 但是一般第一感觉往往是错的 这买衣服送给一把鸡毛很薄的迷彩外套 这里还一盒配件 它这里写的防暑降温只需一秒 这衣服真的很普通 就是一件迷彩的工作服 而且是单层的 特别特别薄 像这种工作服的面料也不用奢求有多好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这个背后 两个圆孔 这个是装这个空调的 就这个 一路眼帘的就是两个风扇 这个风扇感觉还不错 然后线 这是充电器 这个电池 移动电源 这不就是充电宝吗 它这个容量是7200mAh的 一个USB接口 这个是充电接口 它这个也可以跟手机充电 可以啊 难怪这个衣服卖190块钱 这个配件都比这个衣服还贵 我们先安装一下 先把这个风扇装到这两个孔这里 这个不要装反了 装反的就是紧身衣了 这两个风扇的作用感觉还行 哇 这风力可以啊 我们感受一下 刚才是最猛的档位 现在是三档 二档 一档 一档感觉不行 这个虽然可以当充电宝给手机充电 但是一般的充电宝不能给它提供这个电量 你看这个接口不一样 而且这个充电宝可以控制这个档位的 你看 衣服上装了两个散漏器 感觉真的有点像装了两个空调 穿上 哇 它挺着的 这个后面挺重的 看一下背面吧 那现在把这个电源介绍 一根长的一根短的 这个长的连接这里 短的接这里 然后这个充电我放到里面 都躲到里面去 哇好重啊 你要穿上身 第一感觉是啥 就是有一种腰残万贯的感觉 因为这里很重 这里也很重 这里放手机就平衡一些 不会说左边重右边轻 一档开始 一档也有感觉 它这个不像我前前测别那个妖怪风扇 主要我感觉是这个衣服的区别 这衣服因为下面是绷得紧紧的 上面也是绷得紧紧的 所以它这个风在里面吹 感觉整个衣服都膨胀起来了 有点膨胀 然后外面 先二档 二档就更膨胀了一些 先是三档 你看 这虚的 感觉至少胖了有三十斤 先是四档 又胖了十斤 感觉到这个风就从下面往上面吹 然后从这个袖子里面出来 还有这个脖子里也有风出来 确实感觉舒服一些 但是声音也挺大的 反正坐在这里感觉更明显 我估计是站着的时候 这个风扇就太过于贴着这个身子 所以就没有完全发挥到它的作用 但是如果有点倾斜 或者稍微离得有点开 然后感觉就更好一点 像我坐的时候这个风扇就这样斜的 所以感觉更明显了 坐着吹一下 感觉腰都里有点凉了 这风扇还是挺猛的 我怎么感觉脱掉衣服更舒服 如果要我选择称短袖 和选择称这个 我肯定选择称短袖 但是这个我感觉就适合一些 比如高温作业是吧 还有一些户外作业啥的是吧 总的来说还是挺不合 但是也有一些学长 一个就是很重啊 二就是这个声音还是有点辣 这一共有800多克的 但穿上去确实通过更好了 好 你们觉得是亏还是不可能 好 今天的视频道在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平衡 点赞 三年下 拜拜